是引用学来的总书记教我们的 总书记是这样子给我们训绵的 总书记在这里点出了 经济习总书记的尊尊教诲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决定 绞逐2020总统大位 但难以割舍的中国节 恐怕让台湾民众心惊惊 孙生一举功在奉上双手 2013年的联席会和消息会 郭台铭都曾献身 面对习近平态度总是毕恭毕敬 习近平更称呼郭董事老朋友 因为这段兄弟情早在习近平上台时 就已经献上了 去年郭台铭在富士康30周年活动上 就透露习近平2002年担任福建省长时 曾经视察龙华场区 后来习近平晋升副主席 也曾参访太原场区 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 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 2017年习近平公开在北京接见外宾 郭台铭也列席参加 一脸认真低头猛抄笔记 还跟着众多大牌CEO化身鼓掌部队 郭董为习近平说是看老朋友 更像是拜见太上皇 郭董能为台湾争取多少利益 从两人关系已经能绘之一二 在这新闻上报道 在这新闻上报道